歡迎來到FINTV,我是阿芬 今天我要向大家分享 金靈秋Plus的使用方式 以及所有功能的介紹 以下的內容主要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在手機遊戲 寶可夢GO上作為輔助抓寶的工具 第二個就是在Switch遊戲 寶可夢LET'S GO上作為控制器 第三個就是攜帶 LET'S GO上的寶可夢一起出門玩耍 而它作為輔助抓寶工具的時候 第一件必須要做的前置作業 就是先和手機做連線 連線的方法 第一步就是先到設定的地方 藍牙把藍牙的功能打開 在這個地方大家需要注意 不需要與任何的裝置做配對 直接打開精靈寶可夢遊戲 在打開遊戲之後 在主畫面按下下方的金靈秋圖示 再按下右上角的設定 滑到最下面點選金靈秋Plus 在這個時候拿出自己的金靈秋Plus 按下中間的白色按鈕 看到白色的燈光出現之後 就可以等待手機 搜尋到你的金靈秋Plus 按下可用裝置列表中 自己的金靈秋Plus 就可以進行連線 當連線成功 就可以看到金靈秋的圖示 變成綠色的 而在遊戲主畫面的右上角 也可以看到金靈秋的圖示 綠色代表連線成功 若需要斷開連線 只需要點選右上角的金靈秋圖示 當下一次需要連線的時候 按下金靈秋Plus上面的白色按鍵 再按下右上角的金靈秋圖示 就可以成功連線了 當你的附近出現寶可夢的時候 金靈秋就會震動 出現綠色的光代表是你 曾捕捉過的寶可夢 出現黃色的光代表是你 未曾捕捉過的寶可夢 按下上面的紅色按鈕 就可以進行卓取 卓取的過程中 不可以使用任何的莓果 並且只能夠使用紅球 看到白色的燈光就是正在捕捉 看到紅色的光代表是兩種情況 第一個就是你的紅球用光了 第二個就是你的寶可夢盒子已經滿了 在捕捉的白色燈光之後 若是出現彩色的光代表捕捉成功 但若是在白光之後是紅光出現 代表寶可夢逃走了 而當你遇見補給戰的時候 金靈秋Plus就會出現藍光 不需要按正核的按鍵 就會自動旋轉補給戰 成功領取道具就會出現彩色的光 出現白色的光代表背包已經滿了 而出現紅色的光代表你的移動速度太快 補給失敗 而以上所有提到的功能 就算是把遊戲縮小 甚至是在鎖屏的情況下 都是能夠繼續使用的 非常非常的方便 下一個部分就是作為 Switch控制器的使用方法 要切換成金靈秋Plus作為控制器的 第一個方法 就是在遊戲開始之前 直接照著遊戲的指示 按下中間的白色按鈕 等待畫面中的金靈秋變成紅色 就可以按下白色按鈕 使用金靈秋Plus操作Switch了 而第二個切換控制器的方法 就是先打開選單畫面 按下Y進入設定 選擇控制器設定 就是和剛剛一樣的步驟了 金靈秋Plus的這邊是正面 白色是下面 中間的白色按鈕 對應的是Switch的A鍵 操控搖桿能夠控制方向 圓頂的紅色按鈕是取消和開啟選單 揮動兩下金靈球是對應Switch的Y鍵 領取球內夢幻的方法 第一件必須要做的事情 就是先切換金靈秋Plus作為Switch控制器 若是還未領取夢幻 就會有提示在裡頭有一隻 禮物寶可夢 緊接著就到選單 連線 神秘禮物 透過金靈秋Plus接收 就大功告成了 下一個部分 就是攜帶寶可夢外出的使用方法 第一件必須要做的前置作業 就是先將金靈球內的夢幻取出來 若是裡頭還帶著夢幻 是沒辦法存放寶可夢進去的 接下來在選單之下 按下記錄 再按下第二個選項 和寶可夢一起外出 之後連接你的金靈秋Plus 就能夠選擇一隻想要一同外出的寶可夢了 而與寶可夢一同外出 最大的好處就是 當它回到Switch上的時候 可以得到很多的經驗值 經驗值會受到以下因素受到影響 第一個就是你們一起散步的里程數 第二個就是遊玩寶可夢GO 第三個就是呼喚訓練家 第四個就是回應呼喚 第五個就是玩耍 而其中一起走路所得到的經驗值 是最多的 和寶可夢玩耍的方式 首先需要長按中間的白色按鍵 看到寶可夢的顏色亮光 就可以開始了 搖晃精靈球 或是放在桌子上抚摸 都可以聽到寶可夢開心的叫聲 而且不只是訓練家可以主動 和寶可夢互動 寶可夢在外出的期間 還會不定期呼喚訓練家相當可愛 但是這個部分可能就會對學生檔 或者是上班族帶來一些困擾了 如果在上班的期間 突然呼喚訓練家 一定會驚動了同事吧 在這個情況下 就一定要切換成靜音模式啦 切換靜音的方法就是 將中間白色的按鈕 以及上方紅色的按鈕 同時按下一次 就不會發出寶可夢的聲音了 而要恢復的方法 就是再一次 將白色的按鈕 和紅色的按鈕 同時按下一次 就會變回原來的樣子了 若是要將精靈球內的寶可夢 放回去到遊戲當中 也同樣是在選單之下 選擇記錄 和寶可夢一同外出 連接精靈球PLUS 就可以換回寶可夢了 最後就是精靈球PLUS的電量查詢方式了 第一種就是 將中間的白色按鈕 和上方的紅色按鈕 同時按下5秒鐘 若是出現綠燈 就是目前的電量是充足的 若是出現黃燈 就是目前的電量已經有被消耗了 若是出現紅燈 就是代表電量不足 必須充電了 第二個查詢方法 就是在Switch主機上 按下控制器進行查看 這次的精靈球PLUS 對於Switch的玩家來說 我覺得 若你不是要領取夢幻 湊奇圖鑑 是比較沒有必要購買的 因為在控制的方面 一般的Joycon控制器 也都是能夠完成的 而若你是提到 好不好用的問題 我覺得也是 見仁見智 不過對於寶可夢GO的玩家 我覺得就十分值得購買了 外型好看 一鍵捕捉 自動補給 還能夠在鎖平之下進行 若你是一位搭乘 大宗交通工具的 學生檔和上班族 你在一整天當中 必定會走下許多的路程 而我認為 在這段路途當中 一鍵捕捉和自動補給 都比起你低頭玩手機 還要來的輕鬆許多 也不會因為沒有注意到路況 而造成危險的發生 又或者你是一位 寶可夢GO的中度玩家 在社群日的時候 就可以拿出手機 和精靈球PLUS 雙關七下 來提升捕捉的效率 另外 可能也會有不少人 拿精靈球PLUS 和GOPLUS手錶進行比較 我個人認為 若是同樣的價格 一定是選擇 功能較多的精靈球PLUS啦 除非你是顧慮到 編析性的問題 才應該選擇 體積較小的GOPLUS手錶 畢竟 握著一顆精靈球走在路上 還是需要一點吃力的 那麼 今天的分享 就到這邊啦 若是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就幫我們按讚 分享 還有訂閱 才不會錯過 更多的寶可夢資訊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